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采访武汉的时候 有没有中国政府干涉你的内容 或者你就是中国政府给你钱啊什么的 我明确的可以说从策划 拍摄 剪辑 播出 中国政府一次都没有就是干涉过 近十年来 竹内亮一直用镜头记录中国 为何要讲述中国故事 他在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谈起了拍摄初衷 要拍摄真实中国 因为我老婆是中国人 我很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欧洲的媒体也好 日本的媒体也好 还有网友们 就故意把中国的这些黑料找出来 然后骂 就天天骂 对我来讲就很不爽 我就不爽 被不懂的人骂 如何讲述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 竹内亮提出主观真实概念 即通过镜头展现主观想法 我看到了什么就拍什么 这是杯子嘛 不可能所有的真实都拍下来 至少我所看到的这个方面的真实的东西 就是直接播出去是我的目标 因为现在有好多日本的媒体 就是看起来白色的 但是就是说这些黑色的 我不想做这样的 就是不真实的 谈及中日文化 竹内亮认为 两国最大的相同点是家庭观念 两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但也有文化差异 因为中国人比较大方 做的事情非常的快 特别重视效率 速度 还有规模 日本的话 岛国 日本跟国外真正的开始交流 是民居微信之后还是很保守 还有很多日本电视台还在用 私带 我这次月份回日本的时候 好久没有用现金了 原来现金是这么用的 202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即将进入第50个年头 但两国关系始终在坎坷中发展 据民调机构调查显示 中日民间看待彼此始终负面大于正面 如何用影像增进双方的了解 如果要把这些正能量的好玩的 包括我们的纪录片 或者其他人的中国的电影 中国的动画片 中国的综艺节目也好 然后给他们看的话 他们立刻就是转变了 就是中国的化妆也好 中国的游戏也好 或者抖音也好 就这些通过文化来 特别是年轻人的话 比较容易改变 今年1月份播出的后疫情时代 这是一个专门给大家介绍中国的高科技 日本人非常感兴趣 4月份播出的 走进大梁山 他们知道了 原来是中国是这样子的 中国农村是这样子 中国小树民族是这样子 所以很好奇 未来 竹内亮准备把长江沿线的风土人情 介绍给日本民众 他称 中国的持续变化会不断激发自己的兴趣 将继续用镜头 讲述真实的中国 消除偏见 我还是很喜欢拍片子的一个导演 不是什么中日友好的许者 或者桥梁什么 自己对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非常感兴趣 中国是永远一直在变化的 估计不会让我拍腻吧 所以我想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